南十字军始终没能想出营救平民的办法 他们只好将这艘外星飞船团团包围起来 而在飞船内部 机器人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地球人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人类大脑里的记忆信息 他们了解到地球人是在球外过程中延续种族的生命 并不存在生物基因工程 根本有携带任何使钱能量 机器人统治者们有些失望 但他们并不觉得人类对使钱能量一无所知 他们想到失踪的佐尔植入过人造灵魂 并决定尝试操控他潜伏到人类阵营中当卧底 与此同时南十字军内部 伦纳德指挥官同样正在对捕获到的外星驾驶员进行人体实验 戴纳表示强烈反对 这无疑会杀掉这名驾驶员 然而他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 只能眼看着驾驶员在自己面前化为灰烬 心情郁闷的戴纳带鲍威尔到酒吧姐们 看到帅气迷人的助唱歌手乔治 他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接着鲍威尔用钢琴为他伴奏 戴纳逃退在迷人的歌声中浮响连篇 一曲唱罢 乔治向戴纳发出邀请 他希望两人每天都能见上一面 情斗初开的戴纳害羞地答应了 为了进一步威慑人类 地球上的机圈统治者先是警告伦纳德 主动交出史前能量发声器 然后让他们停留在太空的舰队 又派了一艘外星战舰到地球上来 戴纳对这些一无所知 他还沉浸在刚才美妙的歌声里 临走前他想和乔治再告个别 可下一幕让戴纳惊呆了 这位迷人的歌手竟然是GPM们组织的间谍 接近他和鲍威尔只是想套取更多情报 戴纳没有声张 乔乔退了出去 男十字军侦测到有新的外星飞船靠近 玛丽的宇宙机甲队负责进行拦截 但变形战机根本伤不了这艘外星飞船 眼看拦截失败 指挥官伦德下令摧毁落在地上的那艘 绝不能让两艘飞船会合 本次任务自然落在了第15小队的头上 在战斗打响前 戴纳找乔治问道 为什么要故意接近他 乔治说他妹妹玛丽因为生化人而丧命 之后他便一直服务于GMP组织 并希望依靠组织完成复仇 戴纳决定满足他的愿望 于是他带着乔治一同出发 依靠队友们的掩护 戴纳不断在外星飞船的周围游走 乔治则趁机分析飞船最薄弱的位置 这时另一艘外星飞船即将进行对接 玛丽本想过来搭救 但这个生化兵手吃人质撞上了玛丽的飞机 索性被赶来的菲利普斯救下 而乔治却在爆炸中遇难 就在两艘飞船对接之际 戴纳按照计算机的指示 成功打中了飞船连接处的薄弱位置 可不知为何这次炮击没有任何效果 落在地上的飞船重新又回到空中 想到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乔治 戴纳心中满是惆怅 诺娃带这些兵队清理遗留在地面的残骸 废墟中他发现了卓尔的身影 由于太过虚弱 卓尔晕了过去 他被送到了指挥部的科学实验室内 这是男十字军抓到的第一个有意识的外星人 丹姆斯将军对此高度重视 他让诺娃和布雷德里克亲自负责照看 同时命令所有人对外界绝对封锁消息 包括伦纳的指挥官 他要尽快知道外星人的一切资料 而这一切都在机权统治者的掌控之中 卓尔脑中的传感器 会帮助他们估算出人类军队的实力 还可以从中找到实现能量的情报 同时人类的科学仪器 根本无法发现传感器的存在 机器人统治者们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在这关键时刻 太空堡里3号 也就是约克和里萨驾驶的那艘 派出了一支先前战舰从外特空飞回 正在靠近机器人统治者的飞船 在没有任务的日子里 第15小队的戴娜和鲍威尔陷入了感情漩涡 他们都对曾经见过的外星人念念不忘 安吉洛提醒鲍威尔 两方正在开战 你必须忘掉那个外星少女 事情的鲍威尔陷入两难 一个人跑了出去 不过这种事从来不会困扰爱情专家菲利普斯 他到医院探望富商的玛丽上尉 结果被护士拦在门口死活不让进 于是他索性把花转赠给护士就走了 正让病房里满回期待的玛丽失望至极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 指挥官伦纳德来找艾姆森心事问罪 他对艾姆森瞒着他非常气愤 并准备将佐尔带走接管研究工作 艾姆森这次终于不再隐忍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伦纳德同意他继续进行研究 但如果外星人一旦有所闪失 艾姆森将军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远征军的先前战舰已经靠近了机权统治者的舰队 战舰指挥官卡风特 让所有战机立刻出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面对突然的袭击 外星飞船赶紧打开自动防御系统 双方在太空中交战的消息 传到了地面指挥部那里 在得知是太空堡壘3号派出的援军后 指挥部里的人们欢欣鼓舞 石器大震 艾姆森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他马上命令部队前去增援 这时机权统治者改变战术 他们命令放弃和那些变形战机缠斗 转而攻击先前队的主舰 两艘外星飞船悄绕到先前战舰后面 随后他们的主炮直接击中了人类主舰 卡蓬特上校见飞船随时可能爆炸 只好下令让所有人弃船 并将战舰对准外线的飞船撞过去 卡蓬特在最后一刻逃了出来 看着生活了15年的飞船灰飞烟灭 他的心情无比沉痛 使命们乘坐逃生舱回到地球 第15小队的成员负责接待 卡蓬特上校被戴娜送到指挥部 他转告了瑞克卡特将军的命令 太空堡壘只派了一支先前队援兵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其他援兵了 这让伦纳德直接无语 一旁的M4将军更是满脸失望 刚刚才提起来的士气瞬间跌入谷底 人类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佐尔这边了 可佐尔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他在梦中不断回忆起原始佐尔人 经历毁灭和折磨的场景 戴娜仿佛听到了他痛苦的呐喊 这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在击毁了先前部队的战舰之后 机前统治者们觉得已经胜券在窝 现在只要等佐尔得到死前能量的消息 他们就可以立刻消灭人类 此时佐尔还在昏迷中 诺娃发现佐尔的脑电波不正常 很可能接受过洗脑被人利用 他提议换一个环境 也许佐尔能醒过来 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外星人 艾姆森将军同意他的观点 并把这个任务全权交给诺娃负责 他把佐尔安排在医院的特殊病房 并派士兵进行把守 这时菲利普斯又到医院看望玛丽上位 因为上次他和护士调情被玛丽听到 玛丽装枪做事 把菲利普斯还有戴娜全都数落了一番 被轰出去以后 菲利普斯对来看望玛丽的戴娜说 现在玛丽的情绪很不稳定 他仍然在怪罪戴娜以及第15小队 本想来道歉的戴娜只好失望而去 伦纳德指挥官得知佐尔被转移非常不满 他认为外星人会对地球造成威胁 应该将他们全部消灭 艾姆森将军却说 佐尔的情报对战局至关重要 而且他有可能就是人类 伦纳德不管这么多 他认为就算佐尔是人类 终于醒过来 诺娃开始对他进行记忆测试 佐尔回答 他记得曾在某支部队当兵 然后有人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周围陷入一片火海 到处都是惨叫声 想到这些 佐尔的头剧烈疼痛起来 诺娃只好先终止测试 让他好好休息 这天夜里 戴娜整晚都坐着和佐尔战斗的噩梦 莫里塔老师输给佐尔 于是一大早醒来 戴娜便换上装备 开始模拟演习 演习中 戴娜全神贯注 接拜了佐尔 他终于找回了点自信 接着菲利普斯带回了佐尔 就在医院的消息 戴娜得知后 准备立刻去找佐尔 有些事他必须当面确认 队员们对此表示理解 并愿意协助戴娜 晚上安吉罗等人 伪装成维修人员混进了医院 此时诺娃正在给佐尔做测试 鲍威尔打电话说 艾姆森将军正在找他 这走诺娃后 菲利普斯来到玛丽这里 他邀请玛丽欣赏夜空 所有伪装成医护人员的小队成员 将玛丽运出病房 戴娜趁机溜到里面 从窗户爬到楼上佐尔的病房 门外的安吉罗 负责吸引门口卫兵的注意 佐尔丝毫不惧持枪的戴娜 他扑克去和戴娜进行搏击 在打斗中 佐尔夺走武器 他质问戴娜为什么要攻击他 戴娜说他为那些 被佐尔杀掉的人复仇 可佐尔却说 自己完全不记得这些事 并表示自己不是外星人 是人类 这时鲍威尔在门口发出撤退暗号 暗号的旋律让佐尔想起了密西卡 就在他继续回忆的时候 被鱼龙的诺瓦赶了回来 戴娜只能赶紧离开房间 佐尔将如何回复失去的记忆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